祝大家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是王浩然 王浩然王牧师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说和斯托德的博士和王浩然牧师 一起来学圣经 也就是说华人圣经一年通 那么我们前面呢 已经把第一周七讲 对大家讲完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入第二周 第二周第一周呢 我们讲的是创造的功课 对不对啊 看一下啊 别搞错了啊 OK 第一周呢 是讲的创造的工作 好不好 那么第二周呢 我们讲的是工作与婚姻的设例 啊 这个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 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 最精华的 最高级的 是吧 那么神创造的物当中就是人 人的活动 那就决定了这个其他的 是吧 因为看到任何动物 然后他们也不会说话 也没有什么语言 是吧 人在这个自从有了人以后 人在这个社会上呢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主导地位 是我们人类的活动 表现了人类的文明 所以呢 我们第二周呢 就谈这个工作与婚姻的设例 那么这个呢 我平常呢 是五分钟的时间讲一次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呢 是第一 第一次讲第二周的 有一些介绍呢 要用七分钟时间 请大家有点预备啊 那么创世纪呢 一共呢 这个创世的技术呢 一共有两个 这是神美上的安排 叫我们有所参考 两个记载的焦点 都是人的创造 但两只各不相同 不仅相同 在创世纪第一章呢 创造主 造物主啊 神维系着整个宇宙 第二章呢 神被称为耶和华神 OK 这是立约的称谓 显示创造的神 与受造的人 有着甜美的默契 切合 更特别的是 第二章奠定了人生 在世 人生在世 两个重要的基石 工作与婚姻 记着啊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 记着 工作与婚姻 这两个缺一不可 并且这两个 相复相承 对不对 这个工作是基础 婚姻 这个才 我们才繁衍 才有幸福 是吧 才有幸福 在婚姻 婚姻也支撑着工作 对不对 好不好 所以呢 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这两个人都好 都做得好 是吧 当然我们也不歧视 没有不结婚的人 我们下面 去详细的分享 两者都是 耶和华 慈爱的安排 也就是神的安排 好不好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记着啊 我们提到 耶和华的时候 这是 以色列人 神的选民啊 他们 这个为了 这个 不直接称神的名字 他们称 耶和华 他们的称谓 是吧 或者是我们的猪 是吧 你看 这里面也有 也有西讲啊 从星期天 主日 礼拜日 这个礼拜日 星期天 这个 重视主日 礼拜一 与神的配合 礼拜二 料理 大地 礼拜三 真正的自由 礼拜四 男人和女人 礼拜五 创造夏娃 礼拜六 圣经的婚姻观 你看一看 哪一个都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 你想了解的是 男人女人 是吧 还有圣经的婚姻观 我觉得这个 很重要的 再一个呢 我们现在的环保 是涉及到 料理大地的事情 好不好 我们看 今天呢 我们看是第一 星期天这一讲 好 星期天这一天 讲什么呢 要重视主日 主日 就是给神的日子 好不好 为主的日子 敬拜神的日子 那么 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 就是说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那么这句话 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一天显然 没有任何本质上的 不和其他的 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 唯一的改变 是他的用处 神特意 这一天 有别于其他的 第六天 那么 1985年的 英国有一个 重视主日运动 宗 叫宗旨 是保障劳工 除必不可少的 职务工作外 不在主日 被迫做工 之外 此外呢 他也力求确保 主日成为 休息 敬拜 共序 天伦的日子 这个运动呢 几乎成功 他今天的重点 已经变为 人人都有一天 常规的假期 那么这个运动呢 没有任何强迫性 安息日主义的 这个流弊 耶稣时代的拉比 拘泥与安息日的法规 共合共算出了 一千五百项守则 耶稣对这种 这种斤斤计较的 教规条主义 不以为然 OK 他声称自己是 安息日的主 马可福音 第二章 第二十八节 意及 他有权柄 解释 解释了 第四节的意义 他说 安息日行善 OK 马可福音三章四节 一定是对 一定 一定是对的 他必然全心和 和应神的 伊赛亚书 五十八章 十三到十四节 说表露出来的心情 那你若在安息日 调转你的脚步 我在我圣日 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的日 可喜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 为可尊重的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 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牙戈的产业养育你 那么 这个斯特博士 他这个 在这个第二周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 第七日定为圣日 这个第七日定为圣日 那后来的基督徒呢 早期这个基督徒啊 他们就把这个 这个圣日第七日 实际上 作为每一周的第一日 这个意思 有点混淆 有点混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如果按照我们 早期圣徒的规矩 那么这个星期天 应该是作为第一天来算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崇拜的时候 这个第一天 这个主日这一天 也就开始了 作为这一周的第一天 来开始计算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呢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定为圣日呢 怎么 怎么叫圣日呢 我们这个圣啊 就是圣节的日子 给神的日子 这一天呢 在这个早期教会呢 是其他事情都不可以做的 那么在犹太人呢 他们定为圣日呢 是因为他们 后来哈 他们从埃及被神拣选 是吧 被神拣选 拣选以后 把他们领着出埃及 那么神呢 需要有一天保持和 这个他的选民的关系 让他的选民这一天 专门纪念这个律法 专门在他面前来崇拜他 爱他 是吧 这个爱他 所以他专门拿出来一天呢 就守为圣日 这一天是不可侵犯的 这一天是给神的 这个圣节的 OK 是吧 所以犹太人呢 就早期的犹太人呢 把这一天看得非常的神圣 绝对是说不可以做别的 你那天这个 甚至看医生 做任何工作 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 犹太人确实是这么做的 到现在 不少的犹太人 也守着这个规矩 也守着这个规矩 而我们基督教 改教以后的基督徒 我们这一天 并不是不做事 OK 那么我们把它成为礼拜天 敬拜神的日子 那这一天呢 一定要拿出时间来 第一个优先的priority 是敬拜神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才可以干别的去 是吧 但是有的人不是 这一天呢 他们来呢 也是为了一个休息 一个休息 然后呢 这个作为一种 灵敏的 这个塑造的过程 是吧 那么我们说呢 我们在英国 他们是作为一种 嫁嫁给每一个人 有个休息的人 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而我们现在呢 从我们的角度上说 那么作为任何一个基督徒 应该守这个圣日 然后来这一天呢 必须拿出几个小时来 或者一个上午 或者什么时间来崇拜神 而作为一个 不是基督徒的人 那这一天呢 也应该有敬畏之心 也应该有敬畏之心 来敬畏之心 对不对 要珍惜自己 有一天休息的日子 这一天呢 是灵敏的塑造的日子 这是我的理解 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